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根据今年2月中美签署的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研究协议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云川和星宝 已被选定赴美国的圣叠哥动物园 中美双方专家已开展多次实地的评估交流 将按照大熊猫国际保护合作要求和技术标准 积极做好筹备工作 全力保障旅美大熊猫的健康安全 美国圣叠哥动物园是美国首家与中国开展大熊猫合作研究的机构 合作期间 双方在大熊猫野外保护 饲养繁育 疫病防控 疾病救治等方面 共同开展研究 联合攻克了系列技术难题 共成功繁育六胎六载 对提升大熊猫保护的总体水平 促进两国民情相通 增进民间友好 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次合作将重点聚焦大熊猫重大疾病防治 大熊猫栖息地和野外种群保护 助力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相信随着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项目的深入开展 将进一步提高宾微物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的合作与研究能力 为宾微物种保护和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 做出积极贡献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非方的海警船和公务船 未经中方同意清闯黄岩岛的海域 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 中方奉劝非方立即停止请权挑衅的举动 不要挑战中方维护主权的坚定决心 我刚才已经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海警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 专业合理合规 去年以来 中欧全面重启了各层级面对面的交流 全面激活了各领域的对话合作 中欧关系呈现稳中向上的良好势头 这符合双方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中欧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 关乎世界和平 稳定 面对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 中欧应当树立正确的相互认知 增进 理解 互信 聚焦 共识 合作 克服干扰 困难 妥善管控分歧 携手应对 全球性挑战 防法期间 习近平主席将应约同马格隆总统 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举行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 中方愿同法方欧方一道 以此次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的战略性 稳定性 建设性 互惠性 推动中欧关系 稳中有进 行稳致远 为中欧各自发展和世界和平 做出积极贡献 中方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油气田预袭事件 表示关切 对欧难者表示哀悼 中方愿同一方共同努力 维护中国在伊拉克机构 项目 人员安全 美方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 看似谈经济问题 实则荒腔走板 违背了比较优势 这一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的基本原理 各国都会生产并出口 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这是国际贸易的本质 如果生产超出本国所需 就被称为产能过剩 要求压减产能 那么国与国之间还拿什么来开展贸易呢 美方明知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 和产业发展的事实 也要给中国扣上产能过剩的帽子 充分说明美方所谓的产能过剩 并非市场定义下的结论 而是人为制造的虚假叙事 和泛政治化的认知操弄 目的在于遏制中国的高质量发展 剥夺中国正当发展的权利 真正过剩的不是中国的产能 而是美国缺乏自信的焦虑 和针对中国形形色色的抹黑 谢谢大家